奥斯汀格里芬? 你们竟然遇见了奥斯汀格里芬? 那你们怎么不把他抓住? 如果能把他献给魔神皇陛下 可比拿下缺魔怪的功劳更大 哼 若不是奥斯汀格里芬现在还未恢复实力 只用威势镇住我们 你以为我们现在还能活着做在这里? 那更应该看他只是一只小跳走神逮住他 你们两个太弱了 要是本大王在 在我面前 呈现你的无知也要适可而知 如果你被他注视过 你就说不出这种风凉话 那可是天前之神的威势 那是一切万物的终点 是毁灭的化身 那是来自血脉的震慑之力 必须将这个消息回避魔神皇陛下 让他注视过神皇陛下 那前来换取更多嘉奖 你 才是 هنا 哪是 禁蔡 我 的 总长大人呢 你灵力损耗过度 需要好好休息 灵犀没事 现在正在接受治疗 可我明明看见他呗 这就是反同灵卢的效果 他能为主人续上一条命 但也会封锁其记忆和生命 使其变成一个小孩子 变成小孩 反同灵卢续命的代价竟然这么大 越是排名高的灵卢 反是也更厉害 但若不使用灵卢 面对两大魔神的围剿 你们也根本没有存活的可能 要不是我力量不够 也不会刘总长置身犯险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若不是你最后拼命回护 保住了灵心的反同灵卢 恐怕他就真的灰天发暑了 对了 总长将我送走前 曾给过三样东西 让我全部带回来 我族的情报 一花接木 区魔令 总长怎么会把区魔令交给你 总长只让我将东西交给侠者大人 说侠者大人一看便知 这块驱魔令 是驱魔官最高军事指挥的象征 可以号令官内所有军队为你所用 这个太重要了 还是交给您来报馆吧 这块令牌既然灵心给了你 肯定有它的打算 这物品应该是 瞎眼和灵心貌似从魔族那儿带回的信息 高英杰 你好好保管 现在驱魔官内一切事物由我主持 你们先去指挥司 稍后带我一起破译当中信息 是 至于这个 是我们圣家的绝学 能在你体内任意储存一个技能 没有职业限制 十方式完全不需要消耗灵力 是一个实用性很强的秘技 灵心连这个都给你了 可见对你很是满意啊 祖父 将圣家绝学交给一个外人 我认为有失妥当 你们圣家的东西 不要你罢 你们圣家 难道你不是圣家的 你 彩儿 你已经守了龙浩尘一整天 该跟我去看你爸爸了 于我何干 你可以又凭什么去看他 凭你身体里流着他的血 也凭他这次拼命地保下龙浩尘 你还敢提昊晨 才会这样 完全是自长的 你说什么 他明知任务危险 自己送死就行了 为什么还要带上昊晨 要是昊晨真的出了什么事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向彩儿 他是你爸爸 他为了驱魔怪 以身犯险 牺牲自我 不该被你这样诋毁 是你们抛弃我 让我独自失恋的时候 我就没有爸爸妈妈了 你怎么能说出 这种大你不到的话 彩儿 不是你们说的吗 为了神类 为了连毛 总有人要牺牲 我可以牺牲 那为什么他不可以 一直到现在 还在怪我 我为什么不能怪你们 我只许都被你们 放弃的工具 我一看到你们 就会想到我在 无边黑暗里脱锅里 度过的那些年 我就会想到你们 毫不犹豫 放弃我的那一天 我这辈子都会原谅你们 而正是你口中的外人 一次次把我从地狱里拉出了 他才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寄人 抱歉 彩儿现在有些不舒服 我先带他回去休息一下 团长 副团长 你们没事吧 我曾经七手将他推进了地狱 现在要再一次地伤害了他 我早就提醒过你们 不要过多干涉彩儿和龙昊臣之间的事 这次要是龙昊臣真出了事 我们和彩儿之间才是真的无可挽回 我们只是想保护他 想弥补他 我想好好爱他 灵溪也只是想看看他选中的人到底如何 可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已经不是你记忆里的菜儿了 你们之间隔着十几年的时间 他成熟了万般痛苦终于长大 已经不再需要你们的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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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好 从前有个小女孩 她被探查出先天内灵力高达九十三点 是刺客殿的寻回圣女 拯救苍生的大英雄 这一天 整个刺客殿的人都很高兴 我们的女儿竟然是寻回圣 小女孩也很高兴 她觉得自己成为了爸爸妈妈的脚 可是第二天 她却被爸爸妈妈丢进了一个很黑 很黑的洞窟 她们对小女孩说 你是寻回圣神的 天生的使命命 为了联合小女孩哭喊 悲好 叫着爸爸妈妈 可是直到她的声音变得嘶哑 直到她泪水流干了 啊 回应她的 身就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牺牲的是她 啊 为什么被抛弃的是她 为什么没有人问过她到底愿不愿意牺牲 愿不愿意被抛弃 propos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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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妈妈再次开心地围在她的身边 他们笑着 说着人类终于迎来了希望 不迎巡回向寓 可是 小女孩什么都听不到 巡回灵卢 作为排名第一的灵卢 有一个强大的反噬效果 就是会让使用者 依此时去六感 小女孩最先失去的 便是听觉 对这个世界最基本的感知 意义失去 身体也时刻处于痛苦之中 它虽然已经出了那个寒冷的洞窟 但仍旧像活在地狱 终于有一天 小女孩逃出了自个面 也正是在那一天 还遇到了一个小男孩 其实满身伤痕 也始终挡在他面前 对他说 一定会保护他 那个小男孩 就是你 你是不是在我们重逢的第一面就认出我了 和你的眼睛 是因为勿忘我戒指 可是你为什么一直不和我说呢 我该和你说什么呢 终于又见面了 我很想你 还是失恋真的很辛苦 要不是因为你 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 什么守护人类 对抗魔族都与我无关 我只是为了能守护你 这些我都不想说 我只想陪在你身边 因为我知道 无论我在哪里 你都会找到我 无论在哪里 我都会找到你 好尘 群慧灵卢的反射 会让我掌控不了自己的六感 现在我看不见你的脸 以后可能会听不见你的声音 甚至 感受不到你的气息 我控制不了群慧之间 随时会暴走 会像之前一样伤害到你 在所有人眼里 我都只是以前用来杀魔族的兵器 可就是这样的我 超级 超级 喜欢你 你不是兵器 你就是彩儿 你是我的彩儿 是我最喜欢的彩儿 晚安彩儿 祝你有个好梦 这两天 屈抹官迎来了短暂的宁静 只是昊玉消耗过大 现在十分虚弱 总长大人也不知何时才能醒来 但每个人都不敢松懈 而是在极力打磨自身 明月 下阵大人 魔族月亮队的路线图被破解了 好 因为要彻底击碰魔族 统子 我们还需要做得更多 我们还需要做得更多 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 魔族最大的运量队伍将于今晚抵押 只要能将其解杀 魔族半年内都将无法对屈抹官发动袭击 丘公也会就此结束 这就是你们接下来的任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